生活王國健康講座 我們決定在2023年3月18日星期六 就在荔枝閣長沙環道8889號華創中心709 黃昏時候6點至8點 我們邀請到Lillian 我 電腦仔 還有一位現場拍攝的歡迎提問 名額20個 是做印度草本 應用和為什麼對人體有用的健康講座 希望大家參加 有問題可以即場問的 拜拜 大飛過天啊 今天又是 永遠都是那幾件新聞 那你說來說去 第一我不想消遣蔡天鳳 第二 有些新聞我覺得 沒有正當的價值 那還有一些新聞就是我不懂 說回國際局勢 其實事實上這輪都說得多些 其實我很喜歡說美國 但是說美國只有兩三千尾 那又沒有辦法做下去 那其實相當艱難 那不如將自己的力量 放在一天不收聲裡 雖然一天不收聲 的收視很低 就是現在圍了 圍大概是兩萬尾左右 和全盛時期的三萬多尾 足足跌了一半 但是還是覺得是應該做的 那尤其現在定位呢 就是講一些我自己對一些事件 或者國際形勢的看法 那合不合聽都好 夠不夠了 那我也想將我看到的東西 告訴大家 在這裡最新的就是 由路透社公佈 就是英國出口許可數據 上年之前九個月 英國政府授予企業 向台灣出口潛艇相關部件 和技術的許可證 價值 總計創紀錄 1億6千7百萬英鎊 就是2億美金 這個是比六年裡面 加起來還要多 這樣根據英國要出口授權的戰略軍事物品清單 一種稱為ML9的許可證類型 涵蓋了軍艦特種海軍設備 配件 布件和其他水面的艦艇 另一種許可證就是ML22 包括以下的技術開發生產營運 安裝 維護 修理或者商品軟件所需 英國政府在星期一宣布增加國防開支的同時 同時公佈了英國國防安全和外交政策的優先 事項更新 展述了他計劃如何應對來自中國和俄羅斯的威� 路透社說北京和台北之間的軍事緊張局勢 不單止新衛城 直接說就是理制我們的威脅 尤其是經濟上面 更重要的就是今年增加軍費50億英鎊 即是你打算60億美金左右 這些他們所增加的數量 他們的錢 他們都說明就是應對中共 即是說連英國都已經加入一個叫做軍事競賽 在這裏為什麼會賣一些潛艇技術 或者軍艦技術給台灣 事實上過去一個中國原則 法國也好 英國也好 美國也好 加拿大也好 他們除了美國有多少防禦性的武器賣給台灣之外 實際上他們都覺得無必要 直到現在這幾年的台海局勢很緊張 而更重要的就是台灣 台灣從來都你覺得他要靠外國的武器不是 幾十年來他預了跟北京打這場仗 無論是防禦導彈 你有什麼 你有你的外國者我給你買 但實際上自主研發的也都有天弓 這些飛彈 他買不到這個巡航導彈 但是東方導彈 東風導彈 對台灣的威脅 結果他們就做洪風飛彈 之前的戰機 買美國的戰機 但是他們又會自己開發一個叫做經國號 更重要的事實上 近這兩年台灣自己自主研發的戰艦和艦艇 陸續都海巡船都 都是靠台灣的技術來做的 所以台灣並不像北京說 哇 你是豆腐 今時今日 英國直接售賣這種技術 對於台灣來說是錦上天花 因為他們都明白 靠外國未必靠得住 唯有靠自己 所以近這幾十年 國共大家分開了之後 大家都有某程度上這樣 加強自己的軍備需要 尤其來到分分鐘開戰的時候 而美國也好 英國也好 澳洲也好 日本也好 他們都知道 你要台灣頂得住第一島鏈的話 一定要他的國防 他的軍備頂得住 所以陸續這樣 海陸空全方位這樣賣武器 甚至有些送的 好像美國就送了過百億的軍備給台灣 這樣的狀況 這樣的措施 無非就確保台灣的安全 穩定印太地區 和就確保到晶片 可以暢通無掌 這樣而已 護國神山真的不是開玩笑的 台積電 到今天你看到英國的態度 就是說 和中國是全面反水 對美國來說 是好事 因為美國就是拉幫結派 如果一個古老的政治大國 英國都和美國走在一起 力挺台灣的話 這樣 台海的戰爭 很有可能就不會爆發 為什麼 因為中共都要衡量過 打這場仗 對中共的政權 和經濟民生 究竟有幾大損失 當然了 經濟民生不是他們的考慮之連 但是 對共產黨 如果你一點勝選都沒有 你要敢不敢開第一槍 所以英國的做法 就是大量的技術賣給台灣 跟著由台灣 他們的戰艦 加上英國的技術 令到他們 拿到更加高的技術的時候 將自己的戰艦再升一級 局勢越來越緊張 但在我眼中 台海越來越安全 也因為全球的眼光放在台灣 所以台灣是會越來越安全 它不是烏克蘭 節目做到這裡 希望大家Like 追蹤 Share 訂閱科金看廣告 可以加入會員和Picture 代表安琳娜 需要大家支持 拜拜